在北京郊区的一所养老院里有这样一位老人 他每天都呆呆地望着窗外 期盼着自己的儿女能够早一些把自己接回家 甚至在记者面前会哭得像一个找不到家的孩子 那么他的儿女在干什么呢 一起来看我们今天的条件 在北京的石井山区有这么一户人家 他们原本相安无事和和气气 可自从母亲去世之后 家里的安生日子便从此停止 视如水火的一家人就算是住在同一个区 他们也从不踏进对方的地界一步 我心里我不敢面对 我一把那边一走 我心里就有种恐惧吧 为什么不敢面对 叫他们给我打个吧 为什么要打你 就是我不管我父亲了 镜头前的女士是靳家小妹靳淑英 她说在她的印象里 哥哥姐姐的打骂让她对这个家充满了恐惧 自从妈妈去世之后 家里再没了温暖 可对于打骂小妹的理由 哥哥靳建文却说得有理有据 我说带我爸看我爸 这马上回来要拿她的衣服 我说我在家 我说四子你想干嘛 我说我正让你一步一步 我说你是不是想逼我 我说你说了话 我说有军会条件 你都不听着 我就每天当时 我就跟我们男人发入空 而这家人目前最迫切的诉求 就是在养老院里 归家心切的老父亲 老人家在面对栏目记者时 那句朴素的祈求 让在场的人无不畏之动容 到底是因为什么 让这一家人水火不容 年迈的父亲 能否实现回家的愿望 老人的赡养 是否能在今天安排妥当 让我们跟随律师刘洪辉 心理专家毕金仪 以及人民调解员郭露 张焕青 进入今天的调解现场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调解现场 现在在我们现场 第一现场就坐的是 我们矛盾的一方当事人 是这个家庭应该是排行 老三和老四对吗 对 两位那个哥哥和姐姐 这个家里一共几个孩子 我再问一下 一共七个 一共七个 我听说有过世的 有什么样的 过世我大哥跟我弟没了 现在只剩了我们五个 剩五个是吧 五个还有两位没来现场 据说我听说好像是跟您二位 那个想法都是一致的对吧 对对 也就是您二位代表的是 四个人的一个意见 对对 然后另外一个 老七 最小的老七是吗 最小对对 等于是您二位 也就是四位的意见 跟那位妹妹构成了一个这样的矛盾 我听说最主要的矛盾是一个赡养问题 对 现在父母亲还谁在呀 母亲没了 母亲没了 还剩老父亲 父亲现在多大岁数了 八十六 八十六 身体如何呀 身体 这二年不好 身体不太好 有什么重大疾病没有啊 重大疾病 原来就是动了一回守护 胳膊不能动 然后行走 行走也不行 腿脚也不太利索 那肯定是需要人照顾哈 对对 我舅一个一星期 照顾是他照顾 我姨是一星期他照顾 我偶尔在家 偶尔期间会在家吃顿饭 从我吃顿饭这半年以来 我印象当中 我不敢说他们没给老爷炖过肉 但我印象当中是炖了三个月 几乎就没有开过婚 那父母的善想问题 他以前他是怎么能活的 你干嘛呀 对这个父亲 原来一直就跟我这小妹 跟小妹在一块生活 对 一直他照顾是吗 对对 而我妈给姥姥姥爷就是说 时不常的就会有这些东西 但他们天天就是什么呀 面条 然后什么面汤 他们就天天给我姥爷凑了 虽然哥哥姐姐们承认 早年父母的照顾多是小妹一人 不过对于这份付出 他们却对此并不领情 因为在他们看来 小妹这么做完全是另有所图 原本是在讨论老父亲的赡养问题 可话题刚聊三分钟 我们似乎又听到了房产问题 那么这套房子和赡养 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呢 那现在为什么出现问题了呢 怎么就赡养不了了 出现问题就从09年开始 09年就开始出问题了 怎么出问题您告诉我 初十09年那时候在上班呢 我小妹啊 让我爸把这个房产本过户他身上 电话没根本就没过 那后来过了吗 这是小妹的要求 我爸不同意 我爸说不能过你 说你还有哥哥 我还有儿子 我还有那个儿女 我不能过 然后我就去 去我就问我父母 就怎么回事 我问我小妹 她不说 不说 我妈跟我爸就说了 她说把 说你妹妹要想把我爸这个房产 说库主是我爸 她想过她身上 跟09年 09年是我妈给我写的遗嘱 也没要求过我老爷 没跟我老爷过 说这件事 说是我老爸 是说从09年到现在 这个小妹在处心积虑的 就是跟父母去不断地要 跟父亲要 然后跟母亲要 要了以后 现在什么结果能告诉我 现在结果 现在我是知道 等于我妈那份给她了 您母亲那份已经给她了 对 我都有野心的安排好了 我什么样的人吗 家也就是公认的 还有姥姥姥爷那份也公认的 这个房子就归我妈了 因为我妈掏钱买的这个房子 只能说现在的房间太高了 因为我妈是从小时候就跟着我老老爷这边 一直就是伺候老老爷 在小妹晋书英看来 这套房子本来就是属于她的 但哥哥姐姐却说是她偷偷将房子公正到自己名下 到底孰是孰非 双方争论不休 因为我妈那个给完我妈也后悔 她怕我妈将来说她不管我妈 我妈妈到闭眼那会都清楚 而小妹对于独占一半房产的理由显得阵阵有词 这是我一个人抛她 赡养的问题还没聊明白 房产的矛盾已经是剑拔弩张了 这让现场的嘉宾们无不有些措手不及 我说你不要争这房 这房不是咱们的这是父母的 我说你不要争老人百年以后 这房我也给你50% 他说不行要50% 我说那你要多少 要70% 我说那你有什么道理啊 他说有我管妈了 这妈的份她已经都操作好了 她把我妈的份我妈同意给她了 都公正完了 爸这份这20%怎么办 我也抚养爸了 我所以要70% 为什么我公正这个特别难 这好多差距 我公正我没有任何权利 证件都是她拿的 我只能就由一老爸老妈证明 我带我老爸老妈人家不过我过 因为这个我 你们俩还私打了一回 我管她要证件 没有什么都没有 这我妹妹说什么都没有 每次主持人决定继续追问下去 这个房子的事情其实您洗了个头 但是我还是没有太听明白这个赡养怎么就出问题了 赡养就是 待在期间她把这个公正完了以后啊 她就逐渐的她就不管我 我妈去世以后她就不管我爸了 她就不管我 好像您的前台词是这意思吗 就是说妹妹房子到手了 她就不管我 父亲了是这意思 对对对 然后我母亲 11年3月6号逝世以后 办完第五期 给我妈继续完第五期 我们开了一家庭会议 这过程我们就说 她是不让提前 后来我问她 妈这个有存款吗 她说存款是一分没有 第五期期期期的是我胡说打电话 我买好纸的 邀他们在这儿子白吃白喝的 吃完了喝完了再给我妈烧纸 存款没有呢 我们就认可了 因为我认可 因为钱也不是我的 她有没有她也不勾我 也不拿出来 你钱的钱 你钱的钱我也不管 只是我父母给我生活费 开完了把钱都给他们 就从我妈去世以后 我爸的钱才归我 就是爸以后从现在开始 我们开一家庭会议 有这记录 从现在开始老人的钱 你每月给老爷起一千块钱 包括你们三口子 一块生活 区域的因为我爸的钱 跟我妈的钱 她都给拿走了 就生死了半年 因为老大是三月份去世的 我妈开始接手 也就是到十一月份 一个月 就从现在开始 现在有什么收入吗 他们退休金什么之类的 父母 父母我爸有退休费 多少钱 三千多 三千多 现在是三千多 您刚才意思就是说 让小妹妹继续养着父亲 但是一个月可以取一千块钱 来作为生活费 但是得那剩两千块钱 剩两千块钱 就给我 给我爸养老 因为我爸给我妈 这一生他说一分钱的养老 也就是说您刚才意思说 之前的事已经不计较了 对对我就不计较了 那你说钱上生怪之物 就是老人我爸这后半辈 怎么让他幸福呀 就是你每月取一千块钱 鱷鱼呢 给爸存着 将来是养老用 那个老二 那女的那老二 我打了电话 是收第几期的时候 连来都没来 就逢年过节的来 然后对 而且就是所有家里的饭 全都是我妈来呢 他们也会打个下手 然后他也同意了 他也同意了 十千块钱退休金 两千存着 一千作为生活费 生活开支 趋一剩一钱 就给我爸 后来呢 养老 这后来呢 这慢慢的 他也就同意 同意以后 我们都欠了字 欠了字以后 一二年 他后半年就开始 他就不管我吧 他就出去玩去 不是 跟九年 有一次我回去 我父亲就在地下坐着 他因为他行走都不方便 我就挺难过 我就跟我爸 穿牛子走回这 我也不知道 我一走 走不了 就摔哪 我就从这儿 我说我妹妹 我说你别出去 那我就不能出去了 他说 我就一天老在这 他就说我不管了 你看那些笑话 说的 叫打听这节奏 就让那期间 我照顾我爸 我说行 这刚开始 我说行 你又出去就出去 他到礼拜日 晚上回来 有时候确实有事 他就跟我二姐打电话 他就以这名利 就不管我爸 最后闹到什么程度 连我爸饭都不管 走的时候 放一干盘子 后来我爸跟我说 他说我上那个医院 我说你有病啊 上医院 上医院干嘛 他说有吃饭的地儿 我说吃饭的是敬老院 我说你又去敬老院 也得等排队 得有客 我说我给你打扎 我爸就同意了 同意这么 这期间我给他送敬老院呢 你送你的 没打扮 你送我多夜 送老院 咱们得偷衣服去送老院 我有病他们谁都不管 我说不行就给送敬老院吧 他说他有病 他说他们家谁有事 最后没办法 那敬老院 就在这女儿的那个 他们家楼底 我妈经过他们的允许 就是说才去送过去的 就等于说是您把 您父亲送去敬老院的事 对待了一个月 老头儿不看 我四年老头儿老去 我那敬老院那吃的太刺 我爸没带外 都过过夜 就是我们子女 他都不去 到敬老院他更不住 他就老 跟敬老院折腾 敬老院给我打电话 说你父亲这不行 我就要接回 接回那期间 我跟我小妹说了 我妹说谁接不接 谁接谁 谁看着 我说我看着 这是爸的房 我怎么看啊 老父亲的赡养问题 与钱和房子息息相关 看来父亲 能否回归到自己的家 与能否解决 儿女之间的心结 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想问当时 那个您几位哥哥姐姐们 那个时候去 怎么去表达 对父母的赡养啊 或者是对他们好 都家庭非常和睦 能否是谁造成的 还不是我 没有病 大猫大蓝 都是我一个人 只是因为父母 跟小妹在一块住 但是你们只是常去看 住我们该过节 过年看看 平常休班 有时候家里事 早上就抽风看 家里就这样 很好 很琢磨 正因为我有病了 我干不了了 不才几分钟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 宪法第49条规定 成年子女 有赡养辅助父母的义务 赡养父母 是子女应尽的法定义务 任何人 不得以任何方式 加以改变 也不得附加任何条件 进行限制 虽说法律条文如此规定 但首要的经济问题 如果不加以解决 那么将直接影响老人家 晚年生活的质量 他就以为是 我这个 我妈的手上拿着 我就不管我爸 因为我没拿我爸 有没有想过去承担起父亲 或者是独立承担起父亲 这个事 因为父母的房子 就那么一个房子 对 到现在已经一分为二了 对 一半其中是给您了 对 那您是不是也应该站出来 去跟父亲说 我来养您 是 这个您房子 起码给我的一半 我说 也是儿子 我也应该回报您 不是 我是承担 我说你不管我管 不是不管 是家里人 就是他生病了 以及是商量好的 我们先 就是说 先不管一阵老爷 然后呢 先从你们来 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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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好 让他去调调 就是调养病 不是不管 他们也是同意的 第一年 我做了两个手术 身体现在我是 原来是三个月一点 现在是半年一点 做两个手术 我身体确实登上 你管了 管了 我就从去年 您所谓非土拔老师 是 你承担没有 他不管 你管你管 我管了 你管了 管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开始接手的 你说一下 这个就 如果他走了不管 你从去年是什么时候接的 从去年十一 从厢务院不是接回来了吗 从厢务院回来接就是我 接回来他就说了 说谁接回来谁管 从此以后他就不登这家门了 都是我在张了 我现在我不张了 我有病 现在老父亲在哪呢 现在又给送厢务院了 我又给送老厢务院了 又刚送的 又送的 不到一个月 二十天了 原因我这一复查 医生让我去静雅 洗澡 洗衣服 做饭 归物的 反正所有的吧 全都有一个人 你们谁给老头刮过胡子 给洗过澡 就是您养不了 虽然哥哥姐姐在现场多番指责小妹 但当主持人问及三哥和四姐 既然妹妹照顾的不好 为什么他们不能承担起赡养的责任 为什么老父亲在被接管后 依然送去了养老院 面对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我那个母亲去世以后 我父亲那不是让他每月存两千块钱吗 等我们接手以后 不是他一分钱没给我们存 不是这个还没说没 我们就是因为这个也着急 就是那次商量完了以后 要存两千块钱 他没执行 多长时间了 从那次商量到现在 一年零十个月吧 一年零十个月 我接手的时候一年零十个月 那现在没有存出一分钱来 就我妈从这个 一年失事以后 开个家庭会议 然后让他接手 他说我父母一分钱存款没有 我没认识 我说但是存款没有 从现在开始老人需要生活 养老钱 现在我接手的时候 我管他要的钱 他说一分没有 我都说不上来 他说着 我说你这钱干嘛去了没有 他说花了 我说你花了得有个 花个去向 我说你大概就跟我说说 我给他讨酒吧 这每月是一千块生活费 剩多四万次 他给我包 包不上来 包不上来呢 他说给爸买人参了 买燕窝了 这是他原话 我这就不干 在不干这情况 我就给军委会叫过来 我让军委会帮我调理这个 我也没办法走的无路 后来就说了 说父母的钱 你是那个没有 姐姐跟哥哥没说别的 都说但是家庭会议开完了 你这一年零十个月 你又说没有 那肯定不行 说你咱们说你哥说生四万次 你咱们说剩一万二 说两万你得有 不有 这老人将来从明天的有病 跟哪拿钱 是不是 因为咱们开了家的会议 说你给存钱 没钱不行 后来他有一会儿 他就剩一万二了 后来吴军委会说剩一万二了 因为我当时 也就为了少跟他生气 有一万二能给他打个短 一旦上医院 我有钱就行了 后来找出一万二 他说你什么给托了三天 三天我也没赶快地打电话 因为我知我妹的性格 他就为了钱 什么事都能做的 他就不管老人 不是不管了 是家里人就是他生病了 我说军委不是调理吗 说有一万二 爸那救命天你给我拿来 没有 上法院告我去吧 这是他原话 我说我上法院告你干嘛 砰击就给挂了 那我们家户口本 身份证 我爸的医保卡 公司 他都拿着 因为他在我妈 跟我妈一块儿固 我们家经济大学 所有证券 我爸跟我父母不识字 证件都拿着 现在那是谁拿着 现在也是他拿着 我这接管以后 要我这个我爸的这个工资卡 那是相当难了 就这个交接 其实只是名义上的交接 也没有给你任何的老人的一些证件啊 一些什么 交接的证件 当时我管他要我爸的医疗卡 医疗卡 没有给对吗 是没有给对吧 你听我说啊 那医疗卡过了 我爸工资 突然在抽到里面 我说你咱家这证件你拿着 我说你给我拿着 还不错 工资卡给我拿了 你看我爸工资卡的剩多少钱 剩四块 是 妈走了以后 你们谁掏钱 后市乱七八糟 给我妈买木屑 买地 你们谁掏了钱了 老家早些也没给我留钱 因为我也不当家 是不是啊 这些钱我不得去弄啊 他1月23号 把那我爸的医疗卡 还有我爸这个 这有证件 开的时候 他又给取了四千多 到现在没有 这个卡我上个月刚压回来 这他取的日期这也都有 这都是我经管以后 他把我爸的家都又给取走 我把那卡折子什么 我全都交的 我拿什么取 就是这么说吧 就是交之前的钱 已经不在了 因为是我妈在善养 就是那个什么时候 把这个老爷交到他们手里之后 折子已经交到他们手里 我们想去我们也去了 这一天 儿女们为了房子 为了钱财 纠结较真 那一边 一双期盼的眼睛 始终饱含热泪 大王爷 这是我儿子 别拿破 金老先生 今年已经86岁高龄 对很多事情 都已经叙述不清 有很多话 要在儿子与三姐的引导下 才能说出 当年的那些真相到底如何 如今确实无法知晓了 各自一词的双方 在面对老父亲的眼泪时 不知道能否有所触动 或是坐着是坐着回去吧 快了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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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完了咱们就上边回去好不好 对 解决完了就回去 咱就不在这住了啊 咱别着急啊 回去肯定回去 回去咱们还住心境去好吗 嗯 好 好 老人家 老人的赡养问题 既是最大癥结 又是矛盾的导火索 老人更是直接成了 儿女矛盾的直接受害者 赡养问题迫在眉睫 但是我不能说你们管不了我来 我也不冲锋陷阵 就不当那个出头鸟的 那当然了 因为什么 你要说需要我照顾 我就来照顾 我不能说冲锋陷阵的 我来扛 我觉得现在啊 就是这意思 对 现在这个时候应该不是说 弟弟或者妹妹 谁来提这个 我们有困难养不了了 现实状况是什么 老父亲他现在过得很不好 他不愿意再进老院住 你能骗我爸 确实 他操控那怎么能 我老爷更多下不了楼 不可能是我老爷自己去的 对吗 我老爷下不了楼 当然是他带着去的了 他觉得很不舒心 这个你们可能都知道 应该是老父亲他现在需要 他在向你们三位伸手求助 这个时候 我想因为那个小妹 我还没有沟通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您二位既然坐在一起 应该关系不错 也有一致的方向 有没有想过 就是弟弟 比如说委托姐姐 帮忙照顾一下 去家里面什么的 我现在我们一直就是 我让我姐帮我抚养我爸 我现在问题是什么 我都没那能力了 我现在上医院去检查 医院都让我抚养 我这意见是什么 应该让我小妹 我们俩共同抚养老人 比如说他现在又想要房子 又想让我妈来赡养 还想要钱 就现在家里的一切事 全都我爸来干 我妈已经干不了这些了 不是不想养老爷 他已经没有这经历了 在现场 主持人和嘉宾都为了老人的赡养费 以及赡养方案据理力争 试图能够协调出一个两全的结果 金先生我问一下 那个老父亲的退休金 大概有多少 现在三千三 就是之前约定的是 从老父亲的退休金里 拿出两千作为存款 然后另外一千多 是他支持他的日常生活开销 是吧 对对 那么为什么咱们几个子女 没有想过 说把父亲的这部分钱 全都存起来 然后咱们几个子女 每个人出一部分的赡养费 来共同的供养老人生活呢 因为我当时我爸不是有退休费吗 您刚才提到了 老父亲的这个退休工资 他这个存质很尴尬 一直是零 那么出现这种状况 是不是就是说 这个方案不是很合理 不是合理那都是不对 那都是我妹们操作 他有钱 他说没钱的办法 我爸说我爸一生 我妈失失以后 他说一分钱没有 你说有可能吗 因为我父母都有退休费 他们都是三千块钱左右 俩人家钱 我母亲也有退休 俩人的生活费 当时要说 六千块钱 他还好吗 我为什么 我给我 所以我们子女呢 也没再给他什么钱 因为什么 他有退休费 他那已经够了 任何人都没给 我给我父母 他不会呀 因为我那时候下长 就我爱人一个 很困难 我父母告诉我 我去排购 待会儿我也会问您妹妹 就是他掌握 那个退休工资的那部分 也会问 为什么那个存款 就是一点都不剩了 但是现在我想说的是 老父亲啊 86岁了 这么大岁数 那么社会养老机构 赡养呢 他自己可能又不习惯 那么居家养老呢 咱们几个兄弟姐妹 可能身体都不太好 那么应该说 有没有想过 请个保姆 或者说是 增加对老人的这个 生活照料的费用 然后能让他过得 更好一点呢 想过 我想过 顾保姆 顾保姆 保姆跟他住也是方便 因为我们开一家 能会当时写的 他也同意了 我来了以后 我妹妹病好了 随时可以再照顾我吧 在这期间他搬走 还有我一个外女 就是他闺女 也搬走 到现在也没执行 那我有什么办法 那时候我也想过顾保姆 这一千块 你把给我那个生活费 什么水电费 你把所有的费用都在那里 你说老人家够吗 因为三千多块钱的水油公司 可以说 如果说存下来 作为老人 那个大病的一个费用 我觉得都不算多 那么如果咱们几个子女 能够共同分担一些养老费用 可能这样 对老人的生活 或者他看病上来说 可能更有利益一点 您说的我非常利益 我希望这样 但是我爸的一生 他这钱没有了 我再让人跟他 人也 我让我别的姐妹也好 人也掏不着 为什么掏不着 我爸原来有钱 一生他就没钱了 不能花老爷的一分钱 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他一个人能使多少钱 他一个人能使多少钱 其实气氛在于哪 就是我觉得可能听起来 更多的是对于父母善养的高级 但是其实更让您气愤的是 这个钱没了 因为莫名其妙就没有了 对啊 对啊 因为这个小妹把钱就是 其实说实来善养 但可能更多的是 要跟妹妹去讨要这个说法 讨要这个钱 你到底怎么办 这个附近 在密室里有女儿陪同 一直看着现场状况的小妹 再也忍不住满腹的委屈 要求进入演播室 与主持人和嘉宾们直接对话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调解现场 现在在第一现场就坐的是 这个矛盾的另外一方当事人 就是这个家庭当中的小妹 也是排行老七 是吗 对 您好 刚才在第二现场 听到我们很多的谈话了 是吧 对 有很多的问题 都针对于您身上来了 就是说 因为我们刚才没有跟您沟通 我们不能妄下定论 但是有一个问题 很需要去跟您核实一下 就是一直以来 是您赡养父亲 对吧 父亲和母亲 后来母亲去世了以后 哥哥跟姐姐们 把这个很尖锐的矛头指向您 对 说您一直养的 养的后来房子到手了 我不管了 然后就不管了 对 您是为什么 有什么理由吗 还是真的 是真的没管了呢 还是有什么原因呢 不是有原因 我母亲去世以后 2011年3月6号 我母亲去世了 办完事以后 我就当着他们大家那儿 我说咱爸 你们放心 我不会跟你们找问题 在我力所能及的话 我觉得不 你叫他们凭良心说话 我母亲走了以后 当我有病 叫我离开家以后 我给他们找过任何麻烦没有 你哪儿还不打呢 你哪儿都叫我 风年过绝的 我还得请你们来 打电话 哪天去呀 不好准备呀 人家谁都来一大家了 我不得买呀 坐呀 干嘛的呀 我还得给请他们来 知道吗 就是这种情况 当那个 后来他说您不养了 有这事吗 我不是不养了 我这有病例 我有病 他们说我装病 而且说我不管了 他们还打我 我这手上这伤 我脑子上都有发 非诚我就是这种病 他们一打我 我心里更加是抑郁 我就走不不出来 现在我自己我都 我都顾不上我自己 你知道吗 而现代人们 他们都是我在装 你怎么是抑郁孩子 你让他自己装 什么病啊 他为什么说您装呢 那我刚开始 就是闹更年期 我就瞧病吃那个药 完了 更年期也许要好 很快就会过去的 我呀 都大家能理解我 能干嘛 你看看 这小妹不容易错 咱妈咱爸 是不是 刚开始 他们是都这么认为 就从我这有病 我一撒手了 不是那么回事了 全都反了 他绝对没抑郁症 他都为了前抑郁症 可能会有抑郁症 是这样吗 我这就诊断 是什么医院的诊断 手钢医院呢 抑郁症 我听说过 但是我肯定没有接触过 有这个情况以后 会对照顾父亲 有什么影响 能告诉我 比如说 抑郁症的好多症状 不一样 抑郁症什么抑郁症 就两 就想以前 就一个字 不管父母 不管老人 首先您肯定也承认 您对父亲是管不了了 因为您身体有问题 那您现在这个病症 对于赡养父亲来说 有什么影响 您感觉 就是力不从心了 就是力不从心了 但是说 他没有更年期 说没有 也不可能 就是说 这里边都参加着 真真假假 他有点病 撒邪 你方撒邪 我有病 就是家里的一切事 我都不想干 就是在家待着 我最严重的时候 我就在这 我就挂着窗帘 我不敢走出这个屋去 就只能待着 不愿意干任何事情 对 这个病症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您知道吗 有 得有快一年了 这里外里的 都得一年了都 前些日子 就刚有这症状的时候 我还 我不觉得我是这个 后来就 通过一不管的妇女 他们就跟我老对着干 这病已经反反复复了 这一下就给我压引得 更大了才这样 那我就浑身 是打摆 那会儿都不说话 人家跟我说完 脑子里老是空白的 你跟我说完 你跟我说着别的呢 也许我那脑子都不过 你脑子就想 就不过脑子 就跟那啥那脑 老是懵的 针对小妹的病 到底是真是假 心理专家毕金仪老师 在现场针对性的问了问题 而小妹的达菲所问 是否说明了病情的存在呢 她的这一表现 又是否如哥哥姐姐 所说是表演出来的呢 您是有诊断的是吗 嗯 出药了吗 我吃那个中药 还有给我那叫 两个那个 就精神的那个 给您出诊断的地方 给您开药了吗 开了 什么药 有一个叫左什么 还有一个澳 我就 我就 有医嘱吗 医嘱 有没跟您说 这药怎么吃 您按时吃了吗 按时吃了 一直都吃着 但是没有效果 没有效果是吗 没有什么效果 我觉得 你到现在还在吃吗 现在在吃 还在瞧呢 那个医生有没跟您说 如果药要是没有效果的话 需要去复查 重新调整药 我这回去了 给我换了两个药 这是光饼 就为了钱 您没跟他说 他的药没有疗效吗 他过就是 过那个 吃完那中药 我那会儿就吸 我说的是吸药 就是吸药 就是我说 我心里有时候 就说不上了 那个劲 您不用 您回答我的问题 您就很直接地 回答我的问题 如果我的问题 您没听清楚 您可以问我 您在吃了这些药 是尊医主吃的吗 对 吃了药了以后 没有效果 您又再去复查了吗 复查 您又没告诉他 我没有疗效 我说 我说疗效不大 他说你要是再 他给您调整过吗 给我加量了 还是没有效果 您又告诉他了吗 我说就还是那样 我后来我在 这首钢医院 瞧着给我 开诊断这个 一直不是吃着 那个吸药吗 后来我们家里说 你老吃吸药 你也不嫌作用 我带你去上 那个 那个北京中医院 你看 真的还有 有什么医症吗 中药和吸药 是两回事 我问的是 吸药的部分 中药的部分 我不用听 我不需要了解 因为我不懂 好吗 不说了 您感觉现在 有这个病症在身上了以后 如果说继续说 刚才那个哥哥也说了 想希望您跟他分担来 那个养父亲 比如说一人一个月也好 一人15天也好 您觉得您能承受吗 承受不了 你有病你不出院 老人就应该死了 是不是 可以拿钱 你拿钱你得承受得了 因为这个病症 所以您承受不了 我们有病 家里都有病 仅仅这一个原因对吗 没有其他原因 没有其他原因 我要是在我妈就去世 就是我在没有病的情况下 我要还是那个状态 我们家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因为以前全都是我大包大了 忙完钱了 没得可捞了 你是肯定 她承受不了了 在前期的采访中 小妹家堆积如山的药盒子 让我们对她的病情 多了几分同情 面色憔悴的金书英 据说已经有大半个月 没有迈出家门一步了 千万而且就脑子 关着不够食 不够支配 平时就是浑身懒 她这一上班一走了 我就不就自己在家 胖的肯定是 一天她不在家 我也不吃东西 我也不饿 没有饿的感觉 小妹的病 虽说是令人同情 但并不能成为逃避的理由 老人的赡养问题 刻不容缓 在老人的养老金问题上 嘉宾们一针见血地提出了问题 您是不是花关了父母所有的存款 没有 没有 爸爸现在留下 和妈妈去世了以后 他们就是 他们的存款就是四块钱 是吗 那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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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家里人要求您去求医的 因为我 谁难受 谁心里知道 谁什么重状 谁心里知道 据我了解 判断是否有精神类疾病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有没有自知力 自知力就是说自己能不能意识到自己出现一些问题 如果自己能够意识 说明可能是一个亚健康的状态 就是说心里不健康的状态 但是还没有达到可疑精神症 或者说精神病这样的级别 那么我不知道给您确诊那家医院 它的这个权威性怎么样 但是从刚才台上嘉宾跟您之间沟通交流 包括刚才我问了几个问题 我感觉您社会功能还没有完全丧失 就是说您没有达到您所说的抑郁症 那么严重的一个程度 那么可能这里边就是有什么其他的情节 可能在左右您 或者影响您 对您自己身体状况的一个判断 这块呢我不辩直说 但是我希望您自己有所考虑 我现在正常就是在家就是一天躺着 躺着 你怎么吃刷烤去了 躺着 浑身的疼 浑身疼 疼 疼 我们这地方老看轻车这儿爬哪儿爬 他自己也说 他疼什么也疼 一天我告诉你 我爱人不在家 那是你爱人吗 有正义手续吗 舔着脸说呢 不知道哈 有没有具体不韦 疼痛不韦 俩胯 腿 还有腰 鼓腰就这几个 对不起我要打断您啊 就是 我不知道其他的几个嘉宾怎样啊 但是我们现在在这讨论的是一个86岁的老人赡养的问题 实话说 我没兴趣知道您哪儿疼 行吗 所以您不要 您不要强调您的问题 因为我没有兴趣知道 我也觉得根本不被考虑 好吗 一直对疾病叫呼不迭的小妹 被毕金仪老师打断话语之后 紧接着刘洪辉律师在房产的问题上 又开始了尖锐的发问 嘉宾们究竟意义何为 小妹金书英又是否能够应对呢 你哥哥上来之后呢 反复强调 说这个房子就属于你父亲 或者说你父母的房子有一半 被你取得了 有这回事吗 对 我妈不是 我妈哥写的遗嘱 刚开始我父母根本就 他离婚以后进到我们这家 他无家可归了 收留他 谁都不收留他 他离婚真是光屁股来的 妈写的遗嘱是吗 对对 什么形式遗嘱啊 也是这种公正遗嘱吗 公正遗嘱 带来了吗 我带了一个福音件 你拿来我们看一下 按理说 房产证应该掌握在产权人的手中 小妹表示 一直把自己 与老家人的财产问题 分得一清二楚 但在专家们的追问之下 小妹禁书英 却语出惊人 为什么房产证会在您的手里 因为这房子是我买的 这套手续什么的 一直都在我 我一直不跟着我父母吗 也就是说你父母没有房子 不是 我这个房是封给我父母的 我离婚 正好赶着手脏 那个卖房 就最后一批了 还有那什么呢 因为我们家不搁三个嘛 本身它叫讲权债 我发现您有一个特点 您说话要盘古开天地 太太长了 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 您父母有房子吗 有 这个房子就是我父母 那为什么您说是您买的吗 谁也不知道 娘我爸都不知道 全家都不知道 要知道不就没这事 这个房 买了这个房 是我用我父母的公灵 我掏钱买的 谁承认是你掏钱 你拿什么给他 你有钱吗你那会 多少多少钱 当时那会不到四万块钱吧 您觉得这是您的房 我没觉得 所以这是父母的房对吗 对 房本上是谁的名字 我父亲的名 为什么房本在您这儿呢 为什么房本在您这儿呢 因为他们老了 在这方面那什么呀 也就是说您保存他们的权证 是这样吗 在第一现场 嘉宾们不断的追问下 第二现场的哥哥姐姐们 显得格外兴奋 不断对妹妹的说法加以指责和抗议 而随着毕老师接二连三的追问下 小妹又将为我们呈现出什么呢 那为什么您会不知道妈妈有没有钱呢 他们有没有钱留下 为什么您不知道呢 他们那钱他可不给我 所以他们更看重钱 他们不看重房子 他们更看重钱是吗 这个我父母那个 那我就不知道了 观念一说那钱他就全部知道 一说钱就一问三不知了 所以您是承认在您保留权证的时候也有疏忽 我有什么疏忽啊 就是因为有一部分您不知道 那不是明显是您疏忽吗 他们老了吗 也没 我不是疏忽 根本就不把那方面想 话都说不上来了 我觉得说了说的话就这样 我就没想过老人的钱 哎呦 怎么不可思议 这眼中羞辱了 我觉得是您是想了 所以您才把我的问题给理解歪了 我说的是如果 我们因为父母岁数大了 怕他们这个权证到处乱扔 可能会给他们造成不方便 我们就帮他保留 那就是所有的权证都合理的保留 非常妥善的保留 对不对 我们就不会说它是存折 我就不保留 它是房产证我就保留 那就是所有属于他们的东西 我们都会给它保存在一起 是这样吗 那为什么你有筛选呢 我筛选 就是你只留下了房证 而不留下存折呢 为什么呢 存折也是在我那搁着的 所以他有没有钱呀 存折啊 我父母存折也在我这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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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按月的 我就给取钱去了 他的存折有钱吗 有钱吗 他存折的 月月都给取出来 我交给我 我完了 我再交给他们呀 我就只留生活费 这个钱我不管 你说钱就糊着了 又糊着了 这两千块钱 花销 不对 两千块钱是存款 那不是花销 不是 您听到我跟您说呀 大伙子走了以后 就一块翻 他们翻我父母的钱 不是就翻出一个七千吗 我不是问七千的事情 你听着我在对女人说呀 这个会议当时你也在场 都同意了 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直接告诉我这个钱 您是两千块钱帮他存了吗 我存了 存哪了 存了 存完了全都给花 用在这家庭这里边给花了 怎么花的 花给谁了 都干嘛了 我妈去世以后 办丧事 给我妈买杯 买墓地 完了呢 那楼房的房顶 因为从我妈去世的时候啊 就老说 开始说是装修 还没有钱她能装修吗 就一天两晚上 是不是这是 这都没办法的事 突然我妈有病 就没那人嘛 我们是顶层五楼 特别热 老楼 完了呢 把那房顶啊 我给弄了 做了保温了 完了 把那亮台呢 我给 我给那个封了 在这期间 我姨又来 完了 给我姨钱 完了 我二哥说这有病 完了 给他钱 针对哥哥姐姐所说的 老人们的养老金 小妹的说法 显然有些答非所问 无奈下 主持人只能再次强调 上一场中 哥哥姐姐们 所纠结的点 究竟在哪儿 这位姐姐 我再提醒一下您 是什么呢 可能那个会议 当时您都在场了 但是您没有明白 别人的意思 就像我跟您说 姐姐您帮我存点钱 我一个月给你五千 你帮我存三千 两千块送给您了 但是 所以说我一年以后 我会问您来要钱 那个时候您跟我说 没有了 您是在帮别人花钱 不是在帮别人存钱 您刚才给我们列决了 很多明细 说母亲念下葬 要墓碑修善房子什么的 有很多花桥 但这不是存 那可是这些事 我要是不用这个钱去 他们不掏钱呢 这个就是您的做法 就是有问题了 因为他们都说的很明白了 让您去存 都没一桩 都没一桩 那钱就没了 整个人就胡了完了 这对不上 你说钱就胡了 那你说这母亲 就不买墓地 就给她搁 搁他们要啊 您说我这个钱不够 我两千块需要存 他们不给啊 不掏那钱啊 所以说这就是 到后来为什么 他们要现在问您 来质问您 也是我刚才提醒 您的办事方法有问题 他们为什么会要这样 去指责您 您现在能听明白吗 他们不管怎么样 可能他们自己 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您肯定很有理说 自己花钱都花完了 因为我要替父母花钱 我没自己独吞 但是他们会认为 我让你存了 没让你花 你要是花的话 跟我们说一声 如果少的话我们出也好 让他们明白也好 或者您哪怕留个票据 到最后哪辆发票 什么都得好 哪怕这样也好 现在有这些东西吗 所有的花钱的票据有吗 就是能凑齐四万吗 买墓地什么的 这个都有票据 对 能凑齐四万吗 完了 那很简单这个事情 您觉得为什么 家里其他的兄弟姐妹 都比你大 但是他们很针对你 就是如果他们针对你 你是不是可以原谅他们呢 你是不是可以替他们 找到一点理由呢 就他们觉得他们的 在父母那儿的宠爱 和他们的利益被你侵占了 你可以理解吗 他们要这么理解 就要他们去理解去呗 可以理解吗 你可以理解吗 我没问过他们 但是我想如果他们 有这样的想法 我想问问您 您能不能理解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就是不出钱 说白了 养的拿钱 比出劲还难受 对不起父母 他们凭什么 还要这么想我呀 我母亲在这儿 她怎么 他们怎么对我 我母亲的呀 我母亲住院 打电话干什么住院了 谁都不去 我做完饭 在家里给老头儿 撑好了饭 我呱呱的 我再递了东西 我再上医院 给我妈做饭 他们怎么不说说这个呀 那我问您 假设啊 您站在父亲的角度想 您觉得父亲 觉得您对得起他吗 我在我没有病之前 我就敢派出 我说的是现在 我说的是现在 我不说原来 不说其他 现在肯定 就对我有点看法 他认为 就跟他们的观点似的 我没有病 说是我装病 我不管的了 他们给贯中这个 就你的这些兄弟姐妹 和你爸爸会这样想 想你是白眼狼 得了好处了以后 就不管了 他们是这样想的 并没有人说你 我觉得装病不装病 这个东西 如果不是学医的不重要 我觉得您也不用抓住这一点 他们会想您是白眼狼 拿了东西就跑 那人家要怎么想 我也左右不了人家 他死了他都不拿 真是 就这种人 那你就高度姿态 我抒养不了了 我愿意出钱 我愿意出点钱 所以呢 我跟您说这个的意思是这样 就是我们不要坐在这里 揣度他人是怎样想的 你不用想他们 他也不用想你 该做的事情得做 行吗 行 我们知道父母有七个子女 现在还剩下五个 但是他们并没得到母亲的一大半财产 您得到了 当时现在最要紧的是父母的 父亲的善良问题 你应该做的 你应该特别明白 不管你是身体有病 还是你现在住在父母的家里 你应该承担的责任 是不是应该比别人多一些 这是最现实的问题 您说的非常的对 可是 我要不一说 就 我老婆拿我这个病 我这个 每个人的家庭 每个人的身体 都会出现许多状况 但是唯有 照顾父亲 现在是最重要的事 咱们可以把自己的身体 稍微放一下 但是父亲不能等 父亲在眼巴巴的 希望他的子女 接他回家 你应该怎么想 我当然愿意接他回家了 我觉得我不逼您 假设您的身体不好 比如就像刚才哥哥也说他身体不好 嗯 每个人都有自己受限制的地方 我觉得你俩 就是 我也认同刚才哥哥的说法 就是你俩应该比其他的这个兄弟姐妹要付出多些 因为你们得到了这个父母的这个财产嘛 所以 你不能做的 只要是你俩不能做的 就拿遗产的份额出来说事就好了 对吧 嗯 比如就是你可以出让你的遗产份额 然后把它现在就兑现 比如你那房子值100万 现在让你俩一人拿出10万来总是不 总是没有关系的吧 一定可以拿得出来吧 是吧 我们想请保姆都请不了 他故意站着房子不走 我 我要在这说话 我都 我都 我都怕你们寒症 我得 我不觉得寒症 您说的 我没有从管 我一分从管都不要 没关系啊 您可以出让您的份额呀 就是比如你现在不是一半吗 你妈妈给你留下一半 你现在 比如你说我 我无力照顾父亲 我愿意出我这一半的里面的10% 谁现在去把这个认了 然后再重新填在这个这个遗嘱里面 你或者你们再重新做协议 然后让其他的兄弟姐妹来替你出这份钱 然后以后再刨出来 不就得了吗 因为我我父亲这一块 他不是说没有钱 或者说说我父亲说有病了 局需10万块钱 50万 就说这罚我母亲给我的 在小妹的讲述中 自己既有身体障碍 又有经济障碍 总之就目前的情况下 自己无法赡养父亲 对于是否愿意用房子的份额作为补偿 来解决经济问题 小妹并没有做出正面回答 不过 在记者的前期采访中 哥哥姐姐对于妹妹这看似完善的理由 却有着诸多的质疑 我说你们哥姐姐 我说谁妹的哥哥姐姐 我说什么事情 我说谁妹是你装的 我当电话别跟她说 我说你装啥 为了证明自己的说法 大姐还说出了一件关于小妹的事情 她离家走以后她给我打电话 她会说什么事 她说她搬住了以后她有点后悔了 她不是公正的办法房了吗 她怕她不在那住呢 她房不归她 她让我给她证明是什么进家的什么成员 我凭什么给你做证明 你做证明什么意思 我就给她合了 后来她也没带着我 小妹是不是有精神疾病 需要一个系统的诊断才可以知道 至于有没有自己的存款 也需要繁琐的调查和取证 但是在当下我们知道的是 小妹已经拥有了父亲房子的一半产权了 所以嘉宾们在当下能够掌控 和预知的范围内展开了调节 比如现在您说您不能照顾父亲 因为您身体不好 请人照顾 请人需要花钱 这个钱从哪来呢 从您这儿出 如果您现在没办法 那您就出上您的财产的份额 出上您的遗产份额 然后让其他的兄弟姐妹来认购这部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这您能接受吗 那看我父亲这钱怎么处置 什么意思 在我父亲那钱 就是要是不够的情况下 把我的全额都花在我父亲上 我没有意义 要我把他房底下出去 底下好 对 底下房子养老 我们现在说的是 请人照顾他这件事 现在 他的自己的钱是 第一他得有余额的 再有就是他要留钱 因为我相信他的医保 没有办法百分之百报销 总是要有自己花的一部分 所以这三千块钱不管他 放在那儿 交给他来自由支配 然后请人的钱 要你们出的 他现在自由支配不了 这个钱谁支配 这个钱就是谁照顾他 谁支配 比如请阿姨来照顾他 那就是阿姨支配 那就变成了两个人的吃饭 他又要花的更多些 所以您别惦记那三千块钱 可以吗 我没惦记 你花钱就糊涂了 又糊涂了 我觉得在这个子女 赡养父母不利的这种情况下 我倒想到了一项房产政策 以防养老 就是把房产抵押出去 然后呢这样赡养老人 那我想这是在没有子女 不能赡养的情况下 老人都有很好的这种解决方案 那为什么老人有五个子女 最起码咱们身体不好的 还能出钱的情况下 反倒不如我能够想到的这个 以防养老的这个政策 更能解决你们家的问题了 就是为什么 可能从法律上来讲 现在老人的这个房产 还没有分配 还是在一个遗嘱状态 但是从这个情理上来讲 就像毕老师说的 你们现在完全有理由 把你的房产份额拿出来 给老人更好的生活 因为当初你取得这个 母亲这一半遗嘱份额的前提 就是说你要给老人 更多的这个照料跟赡养 那现在就像您说的 您如果真的做不到了 即便这是一个合同法律关系 那么你也应该 履行你的违约义务吧 您考虑呢 我应该呀 您有这个态度就很好 因为郭所说的很明白了 就是哪怕它是一个合约 您当初签订了这个合约 要照顾父母 但是现在因为您的原因 可过原因 照顾不了了 那您养不了 我养不了 您说您养不了父母 因为您是那身体原因 那刚才幼老师也问了您半天 您同意 可以接受拿一定的份额 来折换成别人帮忙 帮您去养 但是您要给人付出一些 那些金钱上的一些付出 份额也好 怎么样也好 您同意这样 因为您养不了了嘛 您现在心有余量力不足 这是您说的话 因为我们都同意 您二位之间 要分担更多的东西 怎么分担 怎么划分 我们几个商量一下 好吧 您稍微等下我们 在现场之外 主持人与嘉宾们展开了讨论 讨论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为了一个可怜老人的朴素愿望 而竭尽全力 老爷子也是有三千块钱 老师跟各位商量一下 这个老爷子该怎么养了 还是别给人送养老院吧 还是 老爷子要回家 家债了 所以让他回家 这个是没什么可商量的 立马回家 然后呢 两个孩子都不能 都不能托付 因为你们俩身体状况不稳定 所以呢 就一定要请人来照顾 那么那个人的这个钱 就是 请人照顾的就是这样 三千块钱的那个 作为收费或者什么 然后给老爷子留下 就别惦记这个钱 请人的钱 就 他们分 比如一人出一个月 或者说 平开 我觉得不能这样 因为请人这个事情 就是你 你请来的这个人 他不可能是 就是你今天能 你今天请明天不请 或者你请15天 或15天不请 这是一个很长线的 就一直到老人去世 这个事情都是要这样做的 所以钱必须得先拿出来 你不能说我每个月打官司 我就给你要保姆费 那怎么能行 先拿至少要拿出来一年的钱 两个先负 两个人平分一块 一年的钱 那不管他们是怎么样 反正 但是我是觉得就是 两个已经拿到遗嘱的人 是一定要多拿钱的 那是没什么可说的 他一直没问你 他这些遗嘱你都看了 空落什么的 他们现在 虽然那个房子的名字 是在老爷子名下 母亲那个一半 是不是已经算是给他女儿了 对 他老太子已经去世了 对对对对对 但是父亲那一半还没有生效呢 对他现在自己 肯定还有一半的房产 对现在老爷子那半房产 现在不是还没去世了 那么去世之后 才能开始继承 但其实那个 这个妹妹那份 其实也就母亲那份 已经算得到 已经开始了嘛 已经开始继承了嘛 他们已经照顾不了 我们照顾不了 出钱 有点钱就出力 对 因为老父亲没在 然后他五个子女 另外两个子女也没在 所以说如果说想变更 老父亲你产过吗 遗产那个份额的话 可能也不是特别容易去变更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让这个 现在目前享受这遗产份额 一人一半 这两位 让他们俩出这个 照顾了一下 我再问一下 老父亲当时跟你们说 什么想法呢 都猜想过了 就是想回家 嗯就是想回家 也没说让你照顾 都特别惨 没有说让你照顾吧 没有 现在已经不太能说得清楚话了 就是想回家 他那个姐姐能照顾 姐姐刚才不是说 他就愿意照顾 人家照顾不行 就是这两个 这个弟弟哥哥妹妹出钱 姐姐去照料一下日常生活 或者可以还有一个方案 你们俩一人 出让百分之十的份额 给那个三姐 让三姐去照顾 你们俩都别照顾了 都没能力吗 让三姐照顾去 或者百分之十五 这我跟你说 一定要把那个 爸爸的这个财产 和这个山养的事情 紧紧地绑在一起 对 好歹人家现在还是有村库开的 一人出百分之十五 出百分之十五 三姐养去 三姐不是也愿意养吗 也不让你白养 一人百分之十五 你也能百分之十五 家宾们给出了一个公平的 赡养方案 分开调节即将展开 不知道面对如此方案 双方能否为了老父亲 做出妥协与让步呢 刚才我们商量了一下 父亲呢 要回家的这个事情 我们是一定要尊重他的 所以就让他回家 但是呢 确实我觉得你和你妹妹 可能都不到能照顾 好 因为自己有自己受限制的办法 可能他就得走 尤其能照顾 刚才下边你也听到了 就是哥哥姐姐 她 她们说呢 关键是我就想说一句 就说毕竟母亲那一份 你已经得到了 现在应该继续照顾 不计 我们的建议是这样 就是三千块钱 让她们过去吃饭 我们就不再这个 不够动这三千块钱 这个不打她的主意 然后另外拿钱出来请人 我现在了解了一些 那差不多就是要 一个月要请人 三千块钱 三千块钱还没让阿姨干 我就问一个问题 我母亲走以后 到我没有病之前 我是不是尽我的权利 尽心尽意地一直照顾 他们没有 我们是这样想的 就是 因为你们两个人是继承的 是要继承的 那我觉得这个老爷子 还算是有福气 就是他手里还有 这房子可以花销 对 所以就从这房子里面出 如果你们自己出不起 就从这房子里面出 你们就出上 你们的那个继承的份额 对吧 假设我们说这个房子 你现在市价随便打听一下 大概也能打听出来 比如假设你们那片的房子 那个房子 假设它值50万的话 我们就按它值40万 那么算的话 然后现在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 请阿姨的这个事情 请人照顾的这个事情 是每个月都要发生的 这个费用 对 而且人家跟你非亲非故人 不等着你给钱 对吧 到时候你就得给 你不给人第二天你就走了 是 所以呢 这部分钱呢 是要预知的 嗯 这个钱交给谁呢 就是谁 负责掌管她的这些 这些证件啊 什么这些东西 谁负责就近距离的照顾她 就谁还掌管这个 这个钱 生活费呢 可能需要交给阿姨来处理 或者是怎样 附近的日子还得继续过呀 嗯 嗯 那过 我是我自己 考虑我自己 可是现在不是终止 我现在无能为力 我照顾不了了 我现在一 一叫 一叫他们来照我了 完了紧接着 不加个矛盾 就就全都冲着我 又来了 我要 追求金有多少 2000块钱 家里边的经济材 怎么量 你爱人能量 我爱人也退休费 拿2200 我们俩退休费都不高 嗯 而且她还有病 我们也 现在就是 说着大帮国日子 我们就是原被父亲 没领结婚证 就是在一块儿 喂了孩子全都是 都 都这事 我们现在就 人家现在照顾我 他现在照顾我 人家是 人家现在 人家给我给 给 给我给 推出我 我更惨 更没人管我 人家我们 我们没有夫婚 对不对 人家没有那义务 来照顾我 大概就是先有这个想法 当然了就是说 比如 你要是能来照顾 那 就是 钱就你拿着 那你们要是不能来 那平时 那三个人 就平时一场话 小伙子就说 你拿着 总之就是 差不多的这个想法 就是这样 你们有什么异性 还是说你们有 你们自己的想法 我们还是有困难 嗯 因为他闺女占着房子不走啊 他闺女三居士说 占一间房子 我们当时是这么考虑 他闺女不走 我们没法请保姆 现在老人最起码 他要求居家养老 嗯 还是在自己家里边 住这样更好些 然后 你跟你哥哥 你们既然将来会 享受这一善分额 那你们是不是应该 相应的多付出一些 善养义 如果说你们照顾不了 的情况下 那个我们刚才商量 建议你们 请保姆 我 我 我那会儿说 请保姆 他们说这事 那事 那事 请保姆 那会儿就是说什么呀 哎 说保姆钱 要是不够 我说咱就打家贪 我该贪多少 贪多少 是不是 这个您说 贪多少贪多少 您自己有心里有谱 我现在保姆费也挺贵的 嗯 大约多少钱 你知道吗 照顾父亲 现在 算是在我们那头 翻着怎么的也得 1800到2000吧 1800到2000 嗯 请不来 保姆请来了 保姆的衣 保姆的吃住 都在你这儿 这个花销谁来承担 那就打家承担呗 看来请保姆照顾父亲 这一方案 兄弟姐妹都比较赞同 只是在实现的条件上 还是各执一词 不肯退让 现在那个既然 母亲已经去世了 是不是 现在就像老父亲一个人了 嗯 现在对于老父亲的这个养老问题 你是什么样一个看法 你打算怎么去处理这个事 或者你没有什么意见 嗯 现在我父亲 就是先给我哥 来 来那什么 不是 我病好了以后 就是说你的意见 你有没有一个意见 说这个事怎么处理好 你说说你的一个意见 那就听老父亲的 老父亲说愿意在家 现在是老父亲想要回家 嗯 那在家咱就在家养 谁照顾 嗯 谁照顾 那那就请老母呗 是不是 那行 那请老母这费用怎么出呢 请老母 那他们说怎么出 我就怎么出 我们现在先说啊 父亲住的地方 是要回家的 这没什么可说的 对对对对对吧 然后他需要有人照顾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对对对对 你们现在不能照顾 所以必须得请阿姨 这也是没什么可说的 对对对对 请阿姨会有费用 三千块钱起教 这是对吧 这也没什么可说的 对对对吧 然后这三千块钱不能出在 父亲的这个工资里 对对对对 所以需要你们给 给呢就是你们俩人给 对 因为你们俩是要继承 这没什么可说的 对吧 而且呢给我是主张预知的 年头每年 就搁在了一个账户上 对对对对对 到时候按时间提给人家 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吧这个没什么可说的 他朋友让你多处理点 你得到了母亲的一大部分 我怎么得到我母亲 一大部分财产呀 为你父亲请保姆 这个费用 由你跟你哥哥分摊 行吗 可以啊 就是那你 除了这个请保姆的费用之外 还有什么费用 就你觉得你父亲养老 那就是吃喝呗 现在这个还有医疗的费用吗 日常 老婆有病吗 有的 没敢给我那一千块钱生活费里 连乔病 所有的费用都在这里吧 传到就有 那这样 每个月三千块钱的花销 你不要就是谁去照顾老爷子 那个吃饭的钱就交到那个人的手里 人家比如阿姨啊 阿姨负责记账 时暴时消 对对对 对吧 还有什么问题 这样行 就是我接管以前这个一年 就是要把你钱压回来 这钱你必须拿 我爸不能够 来来来来来 我没有说到那 我刚才跟您说的这些事里 就包括这钱吗 没包括对吗 没包括 我不说这件事 我现在说前面的事你有问题吗 前面问题就是我拿一半 我妹妹拿一半 这没问题 还有什么 然后趋于我爸前的这个钱呢 就是生活费 谁管 让谁拿 你说一个 是吧 我这也没一个 没一个 那什么您有意义 刚才您说的一个什么意义 就是说那孩子搬走的 他孩子搬走 我们顾保姆就肯定产生矛盾 因为坦诚的讲 毕竟只有你哥哥跟你两个人分得了 这个老头老太太的所谓遗产 是不是 就是啊 目前来讲呢 人家姐姐呢 也没有什么意见 也没有提出什么反正意见 对不对 现在剩下的一个唯一的问题就是 你父亲一个养老问题 嗯 那么你跟你哥哥呢 身体又不行 又没法亲自照顾 嗯 唯一的一个办法就是 要不然你姐姐去照顾一下 看他有问题 他要没 当然我们也希望他 你姐姐去逼自己家人 对不对 如果说他仍然也不行 他会去照顾 是不是 但在这来讲呢 无论是你姐姐照顾也好 还是说请保姆照顾也好 还是说请保姆照顾也好 都需要费用 嗯 嗯 那么我们来想增讯一下你的意见 就是什么 毕竟你跟你哥哥 获得了父母遗产了 嗯 对于 你们又不能亲自照顾 那剩下就是费用部分 嗯 所有的费用 包括请保姆的费用 嗯 生活的费用 嗯 可能还有医疗的费用 嗯 那么有你跟你哥哥俩分担 嗯 行吗 实际我已经就掏着那个钱了 就 他们 没跟我商量 就这第二回 跟我爸送养老院去 也没给我打电话 还是我妇女跟我说的 要是那什么 我说的 他说的送那个养老院 那个 那钱不够 这个房 已经现在租住了 租住了钱什么的 这房 要按 按理来说 我妈那一半给我了 这房 是不是就有我一半了 我也那钱我也没要 拿这钱 给老父亲养老 我已经 我没 我没拿 咱们说那样 那为什么 现在说到父母护养的这个问题 他就得搬走 这上有 他有一半的房产 谁 谁有一半的房产 他有什么一半 他有个姓妓 他闺女有 他闺女有 你父亲现在要求回家 回哪家 他自己的房子要回家 对不对 那你老 老头现在回家里边 那这房子自然就不能出租了 是不是 把老头的房子给租了 他儿子 他们那俩孝顺呢 那俩孝顺呢 有时候他妈住呢 我们一家 对呀 他闺女有吗 他他没有啊 他的户国也没来啊 你知道这件事 那个绝对不行 不行 这我们的意见 这个就是你那件同不同意 你要同意我 做你哥哥的工作 做你姐姐的工作去 嗯嗯 他也不帮忙 绝对我不干 还得把这钱我拿了 不行我就上法院 就无论如何 现在呢就是 一个大原则 你父亲养 晚年养老的 所有的费用 嗯 有你跟你哥哥分摊 有多少你们俩分摊嘛 平均嘛 对不对 大家报个账 对不对 没有续账就行了呗 我跟你说 真的 你要去法院那是你的事情 是 我就这么说 今天我们不解决 你们之间的思想方面 我们解决的是老人们 的善养问题 对 我刚才给您说的 这个善养方案 你有什么共同意吗 是不是 我现在 剩下的 剩下的呢 至于照顾上 我认为啊 不管你输不出钱 在这有能力的情况 不说日常的照顾 探望一下 我觉得是应该的 算我说他把我这钱 我把养老钱 现在拿住了 他退回来就行 就是我妈去世以后 这个一年零十个月的工资 那肯定 然后剩下照料上呢 我们再争取 争取你姐姐的意见 如果是你姐姐 有能力的话 他去照顾 当然谁去照顾 那这钱就给谁了 对不对 到时候以后我们 争取你姐姐的意见 那基本原则就是 你们出费用 既然没能力照顾老头 那老人这钱怎么办 那老人那个钱 谁保管 谁留着 你现在把你爸的钱 已经拿到了 现在就是说老人 现在想回家都回不了 你先说 你活人怎么能够照顾好 你爸爸能够照顾好 不是想回家回不了 是他们给老头骗去的 骗去养老员的 其实你父亲跟你过得挺好 你现在身体不行 你也照顾不了 没干你 我要是好好的 我还不用他们 我干上你吧 就是说 您和您哥哥 两个人军摊这个 废友问你 行不行 小妹晋淑英 如今和自己的前夫住在一起 虽说没有法律关系 但和婚姻存续时并无两样 前夫对她也是体贴入微 可在哥哥姐姐看来 这个妹夫也是家庭矛盾的来源之一 我呀 是这样 其实我跟我的小妹最好 就是没有矛盾的时候 她最小 我特别喜欢她 也疼她 我心里我觉得她 她不应该这么对我 一是这样 二是她现在 最恨的也是我现在 你站好吗 哈哈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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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妈也迎来了 妈明白了吧 明白了已经成定居了 而这两个问题 又和我们全场嘉宾 最想解决的老人 赡养问题密不可分 那么最终这些儿女们 能否摒弃一切 只为老父亲 拥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而妥协呢 好的 欢迎回到我们台阶现场 通过我们刚才一个短暂的会议以后呢 嘉宾老师每对双方进行了一些分开调节 两方其实都在陈述自己的一些难处 自己的委屈 指责对方的一些哪儿的不足 哪儿的哪儿做的不对 都在不断地讲述这些东西 对方来 要按 按理来说 我妈那一半给我来 对方 是不是就有我一半了 少少说她把我那钱 我爸养老钱现在拿住了 她会回来就行 唯独没有任何人去想到 老父亲现在自己在 一个人在养老院里面该怎么办 所以刚才我对你们的总结是什么 你们现在来讨的 来要的 都不是老父亲该怎么去安稳地居住 都是要对方的以前的哪儿不对 哪儿欠我东西了 觉得她哪儿拿了什么东西走了以后 听起来真的很没有意思 都已经将近六十的人了你们都 最小的妹妹也五十岁了 父亲八十六岁了呀 我是跟你们三位说 可能还有两位没有到场 不管什么原因吧 因为我觉得我们调节案子 会有很多有夫妻情感 有房产纠纷也有赡养问题 唯独赡养我觉得 其实是最没有颜面的一个事情 我不知道你们会有没有感觉 您说你们身体条件不好 你们穷 你们困难 那父亲母亲生你们养你们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自己困难 把你们扔了呢 没有想过这些东西吧 所以现在父亲我觉得 索性还好 他的名下还有房产 虽然说已经看似被瓜分了 但是还好他的名字还在上面 我想先请刘律给我们先解释一下 这个有这么多次的分配 两份公正书 两份遗嘱 然后包括现在这个状况 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房 那目前谁有权利 谁已经拿走了权利 谁还胜权利 然后父母还有什么权利 父亲还有什么权利 给我们简单解释一下 那么其实也就是说 这个哥哥跟妹妹啊 各拿出一份遗嘱来 那么妹妹这份遗嘱呢 是母亲留下来的 比如说母亲留下遗嘱 说自己去世之后 把属于他的那部分房产份额给妹妹 那当然了父亲呢 也留一份遗嘱 说在父亲去世之后 父亲所拥有的那部分份额 那部分遗产 留给哥哥 那么就目前来讲呢 这两两份遗嘱都是经过公正的遗嘱 在没有其他的另 其他的这个呃 证据能够证明这两份遗嘱失效的情况下 应该是遗嘱是有效的 那么现在呢 也就是有这两份遗嘱目前来讲呢 呃妹妹那份 因为母亲已经去世了 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呢 他按照法律规定呢 其实已经可以继承母亲那份遗产了 其实就目前来讲 完全可以凭着这份遗嘱 去对内房产证 要求进行变更 把他的名字加上完全是可以的 但哥哥这份遗嘱呢 就目前来讲 父亲还没有去世 就目前还不能开始进行继承 当然了 那么哥哥呢 其实是有这么一个欺权的 那么等父亲去世了之后 原则上就可以继承这部分遗嘱 但是还要注意 就是在父亲去世之前 他完全是有权利变更这份遗嘱 或者说另立遗嘱 或者说呢 再生前处分这部分财产 比如说把这份财产 把这份房产的份额卖掉 或者说再赠予给别人 这也都是有权利的 那么当然 如果父亲做出这种处分之后呢 那哥哥这份遗嘱呢 其实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就是财产已经处分掉了 所以这就是差别 所以说其实呢 坦实讲 那么总结一下就是什么呢 妹妹现在可以拿着母亲这份遗嘱 去要求变更房产证 哥哥呢 可以等待父亲去世之后 依法继承父亲这部分遗产 那么父亲现在呢 是有权利 处分先有的份额的 我看刚才在第二现场 毕老师跟哥哥姐姐 沟通了很长时间 因为从面上来看的话 我们已经不讲那么多的大道理了 从面上来讲 父亲这一半的房产给了哥哥 问他到底到底想不想养 能怎么养 能怎么养 什么方案 你给我们说一下 在第二现场这个沟通的内容 我们讲 我们刚才沟通的那个内容 基本上跟刚才我们在上面开会的时候的内容是一样的 就是还好父亲名下有可带这个处分的财产 所以呢是依托这个财产来安置父亲现在的生活 希望可以这样就是既然主要的这个继承财产的这个人 两个人都是没有没有体力照顾父亲的呢 就只能呃 委托其他的人来做 我们当时呢 因为还没有征得姐姐的同意 所以我们当时考虑的呢 是呃 从外面找呃 这个 找这个帮手来照顾他 嗯 父亲这个三千块钱的收入呢 是用来过生活 呃 另外找这个保姆的钱 假设哈 呃 最低我现在问了一下也要三千块钱 所以可能需要你们两位出这笔钱 呃 来请帮手照顾父亲 然后呢 呃 父亲的这个日常的开销这笔钱呢 就是谁负责照顾他 谁负责支出 然后谁负责来记账 呃 刚才呢我又征得了一下姐姐的意见 姐姐呢 是说她也可以照顾父亲 呃 呃 就是就是比如你们两位要是都不愿意管理 因为我看你们都各自挺有气的哈 那姐姐心态相对平和 就是可能就是如果姐姐愿意出头 他来照顾父亲的话 那你们可能就需要跟他有一些资料上的交接啊 呃 呃 这个父亲的这些这个主要的这些财物 可能都是由他来处置的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呃 呃 姐姐首先也有一个表示 就是首先他他有顾虑 他觉得这个呃 呃 本来你们两个人可能就有些矛盾 如果他要是加进来 会不会矛盾更加的复杂 再有一个呢 就是他也是觉得 我觉得这个呃 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 就是他觉得他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好处 然后他还要替你们做事情 他的心里会有些不平 所以呢我在想就是如果要是呃 让姐姐出来呃承担从此以后这个父亲的这个赡养的这个主要的责任的话 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应该从已经得到的这部分财产里面拿出来一些来补贴他 也让他心里可以得到这个平衡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那我父亲跟我母亲就养了我们俩了 他去照顾他 要那什么 这前提是您跟您哥哥你们两个人分享了父亲各一半的房产 那么你的这个姐姐她并没有得到什么呀 她没得怎么骗到我妈的钱呀 来我我我我来说一下这个啊 刚才其实在外面的时候哥哥也跟我讨论了这个就是比如对妹妹的不满 妹妹当然也对你们有一些不满 这部分不在今天这个问题来解决 并不是说这个问题不能解决 你们想解决这些相关的事情 比如对对方不满或者甚至怀疑对方侵占父母财产 这个你们都是可以得到就是用合法的途径来解决的 我们今天只解决一个86岁老人的赡养问题 嘉宾们把老人的赡养问题一直排在首要的位置 所以一切抛开不谈 老人怎样拥有安逸的晚年才是最为重要的 那么现在我想问这个哥哥跟小妹 你们两位什么意见 对于我们最终提出这个方案就是让姐姐来赡养 来全权管理父亲这个以后赡养的问题 就两个方案要不找保姆要不交给姐姐 那姐姐呢是除了这个要就是除了这个日常你们需要这个给父亲的花销以外 她是希望你们从遗产里面隔出来一部分 也算是对她的一个补偿 这个你们要综合的考虑是两个方案好吧 我没意见 您是说都没意见还是怎么的 两个方案都没意见 两方面都没意见 可是我听说刚才您在里面有一个方案您是不同意的 在这方面就是就我想问她说身体不好 不能养福不能抚养老人 但是现在的目前包括她包括我都有夫妻 就是说您同意这个方案 那您告诉我您愿意拿多少份额出来给这个姐姐 当然这是平等的我相信 就是您拿多少她也拿多少 我们是这么认为的 对啊 我们会要求她 现在就冲我二姐又管我就是服养我爸 他要多少我给多少 你告诉我一个数 我一分不要我给大部分 告诉我一个数 我这分都没少 没事您告诉我一个数 我就找一个公道 找一个真理 就老人到这什么不管行不行 15%可以接受 20%我都乐意 是这样是吧 对 只要有人服老人 让老人能于外面 我就高兴就完了 好 那小妹我要到的您了 对于我们刚提第二个方案 让姐姐去那个赡养父亲 养老送中 包括去打理她的一切 但是您需要出一部分的份额 您愿意吗 我不愿意 我愿意给保姆 我不愿意给她 我愿意顾保姆 因为她们劝通的 总之您是不愿意是吗 对 不愿意 谁跟谁串通 来来来来 我问谁跟谁串通 我跟她串通 我跟她串通 咱俩串通好吗 我不知道 来哥哥 你把父母的钱都拿走了 你现在就以为你有病 你不管父母的 听良心的话 你当着程度 行行行 道不道的情愚 谁道什么程度 你当着程度 我道 我道的程度了 我现在我就给你共同抚养 让咱爸也管您呢 行吗 别说这 这行不行 就很简单 你我是我 你我来半个月 你来半个月 行 不想克服 行就行 行我咬牙我磕头去 我这半个月我自己固保母的 那 你应该 我都藏 藏 你应该 藏 那成你为什么你跑啊你 我跑你给我打跑的 你为什么打你啊 你说为什么打我啊 你占养了老人救命钱 你为什么现在不拿 谁见着老人救命钱了 谁见着老人生命钱了 咱们家开会 是不是这么决定了 从妈 你接受 咱妈走了以后 乱七八糟一切后事 不过谁要钱去啊 你我把谁要钱你啊 你干这样行吧 我希望呢 你们作为子女 在老人去世之后 能和谐解决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有效沟通 这个老人的钱的问题 你们回去自己理清 我给妹妹有一个要求 我说你回去 自己把这个列个清单 给哥哥给姐一个交代 那么剩下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不管是 日后姐姐 照顾父亲也好 还是谁照顾父亲也好 主管谁父亲也好 因为毕竟要经手 付一些养老钱 不管谁照顾 必须把这账寄好 给其他几个出钱的子女 一个交代 这是必须要做的 那么至于说 要不要说给姐姐分额 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得征询一下姐姐的意见 是不是照顾父亲 一定要房产的分额 如果说 刚才我跟妹妹这边沟通清楚了 如果说 无论是姐姐照顾也好 还是保姆照顾也好 都愿意出钱 哥哥妹妹都愿意出钱 这一点没有意义 对吧 就最后的赡养问题 律师提出了最终方案 因为现在有个现实的问题 就是这个财产的份额 如果要变革起来 会比较复杂 而且还要 必须在征诞人本人的诠意 现在目前 急迫的问题是老人 一个赡养的一个问题 是不是有必要 一定要在这个 继承遗产的份额上 计较的那么 那么那么深 如果说现在 姐姐照顾父亲 那么照顾父亲 所需要的花销 这哥俩负担 每人一半 包括父亲请保姆的费用 包括医疗的费用 包括日常的花销的费用 全部由这哥俩承担 剩下姐姐只是负责 日常生活的一个料理 那么当然了 姐姐有不白料理 给保姆那份费用 给姐姐 这样可以吗 可以 妹妹这样可以吗 就是我们不再说 这个什么的事情了 就不再说 这个遗产份额的事情 但是比如 每个月就当是请保姆的钱 您要给的是不是 对 这样可以吗 可以接受吗 可以接受 刚才你们也不回我了 因为我们家的习惯全都是 那我父亲的这个钱 以后怎么分配 就是因为这个事情 以后要由姐姐来做了 就是父亲的事情 整个都要由她来料理 她来记账 她来分配 当然这都是她要记账的 这个是要记账的 因为最终你们家 会面临 这个两个老人都没了 就要分配遗产的问题 这都是要有一个交代的 好吗 这样可以吗 父亲每月公司 不有三千多块钱吗 三千块钱 如果说她花销不够 这三千块钱不够 那么差不够那部分 你们俩出钱 比如说父亲可能 连请保姆带生活 可能需要六千块钱 那就三千块钱 再加上三千块钱 那三千块钱 你们俩分摊 对吧 如果说剩下父亲 这些钱都花光了不够 差多少 你们俩添多了 行吗 最后把父亲的钱都花光了 对不对 不就结了吗 不就不说要记账那么贴了吗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保姆的钱 因为是不能拖欠的 假设你拖欠了的话 到的时候人家就走了 那个又造成新的麻烦 所以可能需要你们预知出来一部分 在那存着到时候就给 这样可以吗 因为这部分钱是可以记账的 找保姆公司什么的 也都是可以记账的 那个钱到时候就是要给的 这个可以吗 假设我们说按一个月三千块钱 这样算的话 要提前预知了 可以吗 刚才网上哥哥也说了吗 他说他十五天 我十五天 那十五天 别管我 我怎么去照 不要再去新的罢了 不要再去新的罢了 这个方案被否决了 这个方案被否决了 因为86岁的人 他这样来回变更这个 这个赡养地 这个是我们不考虑 因为这个 我们不能对老人 是一个这样的交代 他86岁 然后我们跟他说 对不起我们给你安排的是 十五天一个生命周期 你一会跑这儿 一会跑那儿 这个太不人道了 所以 来我们的方案是这样 既然你们两个人 都有自己身体所限 就由二姐来承担这件事 以后父亲的一切的事情 都找二姐来说 你们到时候把所有的 该给父亲的钱 都到二姐那里去汇总 对于小妹的固执 专家们希望 能够做出最后的说服 你们可以这样 为了打消这疑虑的 所以到钱的一个问题 你们哥俩 每月定期 按照你们约定好的数额 给父亲打到他那个银行卡里边 姐姐拿着银行卡 按照父亲生活的需要 去支出 然后要记账 这样的话 到时候定期向你们交代 不就结了吗 有什么可以不相信的呢 妹妹行吗这样 咱们有账可查 这里面的一个钱呢 我要跟您交代一下 就是三千块钱是他们过日子的钱 另外的三千块钱交给二姐 她要么请阿姨 她如果不请阿姨 她自己照顾 这三千块钱就是她挣的 好吗 因为你们家里边这个情况 甭管是这个哥哥还是妹妹 管账都不合适 你们两个既然都没有办法管账 对对方在经济上都不放心 那么现在管账这个事 包括照顾老人这个事 只能由这个姐姐 她来主要承担 这样你们付出经济上的补偿 行吧这样是我们一个好的方案 目前来讲 假设说你们认为父亲 这个连保姆费 但生活费六千块钱够不够 够吗 不够呀差不多 差不多啊 差不多就是这样 父亲本身工资有三千块钱 你们哥俩每个月一人出一千五 甚至直接打到父亲银行卡里 然后姐姐负责父亲日常生活 行吧 就这样办办 行吧这样 就先一份协议 眼看协议即将达成 但小妹却在走下演播室后 立刻改变了主意 也许是她没能跨过心里这道坎儿 也许是有太多东西 她不愿意放下 但是纵然有着再多的也许 在老父亲苦苦的哀求面前 真的还那么重要吗 人人都会变老 落叶终会归根 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赡养寒心如苦 将我们拉扯大的父母 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传统 在这个责任面前 每一个子女都不应该有任何的理由去推卸 在争斗与指责的背后 难道不是五十步笑百步的讽刺吗 希望父母们珍重 希望儿女们深思 也许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 也许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